青花骨料色皆变化的运用康熙时期达到最高水平 原标题 青花骨料色皆变化的运用 康熙时期达到最高水平 名万利青花折折花绘文 于自盘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管理与研究部主任黄敬一百多件青花瓷器 勾勒出了一条青花瓷发展的历史 脉络这个由广东省博物馆首次通过社会 招募选拔出测展团队进行测展的青花瓷展览时局 数月仍然吸引着众多市民观看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管理与研究部主任 研究员黄敬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 时深入地剖析了青花的发展脉络 以及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 他认为明代永乐宣得的青花瓷器最为精美 而对青花瓷料色阶变化的运用在康熙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 首次尝试引进社会策展人的展览收藏周刊 为什么考虑在这个时候推出大型的青花瓷展览 黄敬可以说自建馆以来广东省博物馆的展览都是馆内人员策展 而近年来我们探讨是否可以尝试引入社会策展人 针对某一类馆藏品进行策展 所以这一次的展览是我们首次尝试引进社会策展人的展览收藏周刊 为何选青花瓷环境 第一我们馆藏的明清青花瓷器相当丰富 可以发挥博物馆的馆藏优势 第二青花瓷器 在社会公众中关注程度和喜爱程度较高收藏 周刊能否说说这次青花瓷展览的规划环境 我们结合青花瓷器本身的文化内涵文化特质 从明清关柔的青花瓷器的特点 明谣青花瓷器的特点可与海上丝绸之路 相关的青花瓷器外销情况三个方面来进行 策展经过公开招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朱铁拳 以最高分成为本次展览的馆外策展人收藏周刊 有多少人身与了竞争黄境有八九个团队参加 来投标他们有的做陈列展览 有的做艺术设计 收藏周刊朱铁拳团队的优势是什么环境 它本身是学科技考古的主要 从事文物科技检测工作 特别是陶瓷器 所以这是它较于别人较为突出的优 是可利用科技检测的数据运用到展览里 进行阐述广东省博物馆比较注重于外销有关的文物收藏周刊 相比其他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 在青花瓷器收藏方面处于什么定位 黄静的在省级博物馆中广东省博物馆 在陶瓷器方面藏品的数量与质量都可以 说是位列前茅的粗略估算 我们的陶瓷器有三万多件 其中明清清花瓷器过 前件主要是明清时期 所以在策展的时候就矿定在明清这一时期 利用馆藏优是策展七次馆藏的青花瓷器质量 也相当不错 第三机与广州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 在十几年前起广东省博物馆 就有意识 它征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比 较注重于外销有关的文物收藏周刊 可以说元代是青花瓷发展始终辉煌的一 各时期嘛 黄静不能这么说 可以说成熟的青花瓷器 的确出现在元代的景德 镇景德镇的胎和又做得很好青花 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但为什么说成熟期在元代而不是唐代呢 需要清楚青花瓷的定义 是直接在瓷胎绘画 然后上透明又一次高温烧成的蛋 唐代拱献摇的青花则是在瓷胎上沾了化妆图 然后再画简绘画技法 不像元青花那样不惠 而是用一点呈现的方法来脸出来收藏周刊 这么说青花瓷 在宋代断开了黄静 因为宋代推崇的是如冰似语的青幼瓷器 认为这个才是高雅的东西 所以是没有青花的 至少目前没发现有青早期才是青花瓷器最辉煌的时期 收藏周刊呢 为什么不能说元代是青花的最辉煌期 黄静的虽然目前元凭花瓷器的价格都很高 但却不能说是青花的辉煌时代 因为在当时的汉族地区的审 美观念里还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接受这种白底兰花的东西 而且当时精美的大罐大盘